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用了约7000万港币 究竟是纯粹投资还是为结婚铺路 共建爱潮 不如让当事人亲自解释了 这个房子我们是做投资的 就是我们一起想去投资 关于感情的话 有什么消息在跟大家讲 可是是两件事情来的 我觉得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研究 还有research 所以才会做这个决定 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 就是说你们这个房子 都那个费用蛮多的 7000万港币 那个数字是真还是假的呢 大概吧 他有没有说 哇 真的蛮多 我要努力工作才好了 也是 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一个动力 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责任的话 我们会跑得比较快 有一个目标要去追 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我们要有动力去工作 买房子的好消息曝光当天 刚好是Aband生日 虽然他们已经为自己送上大礼 不过Boy出了名是好女友 没理由没有准备其他惊喜吧 没有准备什么 可是今天晚上会跟他吃饭的 所以我们要快一点收工 那我们快一点工作吧 是啊 有没有买什么礼物给他 就是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现在不要说 那你就让这个 real time发生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再公布吧 听起来也是很大的 有没有一点tips去给我们 也是一个准备一个聚会吧 这天露影现场除了几位是非金之外 还多了正眼峰和许文轩客串演出 盈盈和Len这对绯闻男女越传越真 日前更有指他们已经秘密同居 而且巧合的是 他们还在各自的社交网络平台上 在同一张餐店 关于这点 他们又要怎么解释呢 那个钉子是很普通 我在其他的事也见到 这个道具部也是一样的 这是真的就是有这些报道 就是很关注我的那个餐间之后呢 公司有一些同事呢 都发给我担心说 我还以为你在就是公司的studio里面吃饭 因为那个餐间呢 在旁边那个studio的一些报警里面也有 只是现在还在做那个 就是有discount 59块 你也有了 大家喜欢的也可以去买哦 我那边就 іç了 你不想做 really 我理由你